你知道你这样做 我跟蓬佩同志心里有多难过吗 老宋 当我准备打第三枪的时候 我是要把那个子弹大向盯我去的 你算到了第三枪里会有子弹 这是你的命 不光我知道 老宋同志也知道 什么秘密 我在走轮枪上做了几号 老宋喜欢玩枪 上次我们见面的时候 我把这个秘密告诉给他 原来是这样 老宋同志心真心 在那种情报下 他居然能记住 子弹的弹操和记号的位置 他是为了保护我 稀释了自己 骗过了叮过去 老宋同志 我们不会让你白白牺牲的 我和蓬佩同志 一定会继续你的革命事务 一定会为你报仇的 你走好吧 赵副队长 你都看到了 钱鹏飞当了我们的面 杀了宋方春 你说他像共党犯子吗 这太不可思议了 这戏演的也太离谱了 共党杀共党 这是演戏啊 赵副队长 我认为你是多疑了 我早说过 钱鹏飞不是共党 我绝对可以拿脑袋替他担保 闭上你那张臭嘴 你要再胡说八道 你的五条命就都没了 是主任 我不敢 宋方春死了 金边中也没有下落 二位队长下一步打算怎么办呢 我听主任的 你呢 主任 我还是觉得钱鹏飞可疑 这里面肯定有我们不知道的秘密 好 既然你觉得还是有你可要找到的秘密 那你就继续查了 但我不希望这还是一个无头案 现在最重要的不是钱鹏飞 是金边中 主任 我觉得钱鹏飞比金边中更重要 你为什么这么固执 对不起主任 我相信我的判断 假如不把总部里面的共产党揪出来 我愧对您信任 难得你的一片忠心 那你接着查去吧 把你手下的人全部交给吴队长 吴队长 你去给我找金边中 是 去 快起来 快起来 你去看 往后 阿姨 你ն目的是这 她在这个处理 又长个了 来 阿姨给你带三个东西了 带上 好忙活呀 谢谢阿姨 漂亮吧 让我看看 单单真是越长越漂亮了 阿姨 你才漂亮 你比我妈妈还要漂亮 来 阿姨给你踢镇子好不好 谢谢 好 能踢几个吧 一个 来 踢一个 来 单单 记住 踢得够远的你啊 我们又见面了 科副学 你怎么来着呢 我来碰个单单 你是谁呀 我不认识你 还记得老宋伯伯吗 我是他的朋友啊 那老宋伯伯为什么不来呀 单单 你先去玩 我跟叔叔说几句话 好吗 嗯 嗯 你怎么了 这是老宋留下的 老宋在行动之前 把一切都安排好了 万一他出事的话 由我接地他跟你们联络 这个剑子就是接头信 我相信你能看明白 我真没想到 这个接头的人 是你 老宋给我剑子的时候 只让我来这儿了单单 那小都一直潜伏的 丁雾群身边的人 竟然是我的老同学 我的同志 潘子东同志 管平路同志 可是老宋同志牺牲了 老宋的牺牲 是组织上的重大损失 敌人欠的血债 迟早是老还的 你成熟了 我真替你高兴 了不起的人是你 我能是你的老同学 你的同志 我看着就好 组织上 有什么新的任务 老宋牺牲之后 组织上派来老张同志 接替他 现在组织上决定 尽快把金边忠转移出去 要想运送金边忠 可不是个简单的时间 现在不公只盯我 就盯着他 那本鬼子 也可能会插手 行动方案 总之上已经想好了 这点你放心 等一下 只有两条路可以走 一条是公路 一条是水路 但是上次 接金边忠的时候 水路上 弄的动静太大 好 这次我们准备 弄的动静太大 谈至故事 下班 忙呢 干什么 不干什么 去去救吗 你有时间吗 关小姐 谁让你进来的 我看门没锁我就进来了 请你出去 你想干什么呀赵世杰 你还知道我叫赵世杰 看你刚才的样子 我还以为你根本就不认识我 就你 你烧成灰我都认识你 这就对了 咱们俩什么关系 烧成灰都能认得的关系 想当年 闭嘴 你还好意思跟我听 想当年 你还是听听的比较 想当年我们精心策划了一个美人计 我赵世杰傻呀 把你这么一个大美人 拱手送给了丁莫群 不过最终丁莫群也没有得到你 却让钱鹏飞占了个大便宜 你到底想说什么 你和钱鹏飞那个老公会结婚 我是百思不得其解呀 现在我想明白了 你们俩压根就是同党 赵世杰傻 你别太过分了 你要是再来骚扰我 你会后悔的 你生气的样子太迷人了 我怎么看也看不懂 让开 主任 你在干什么 我找关小姐了解一些情况 干爹 他欺负我 假公济私 是吧 没有没有 听着 以后再有发生这样的事情 你就麻烦了 是 出去 个小姐 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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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被捕了 不,不,不,关平,你这么漂亮,我怎么能让你死呢?我舍不他,我真的舍不他 救死,救死,救死 救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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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死 和说起人的 wouldn't if it be 赵世杰 这样纠缠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你要防止他狗急跳枪 他多存在一天 就多一个危险 明天晚上我来除掉他 你要除掉他 对 电话群已经把赵世杰身边的人调给吴时报了 这两天赵世杰是在单独行动 我已经侦查好了他的行动路线 明天晚上我就除掉他 走 我都不知道他不吃贵 我不吃贵 我又不是 他不去看 一段时间 我已经拍了 在宝贝 你 小胖他们今天晚上几点行动 八点 还有半个小时 我想我应该去一下 小胖在遇到什么麻烦 我也是挺担心的 也不知道小胖把这军奔中运到什么地方去 我总觉得不太踏实 我今天那边一点动静都没有 会不会是有什么圈套 这话说 目前主要是针对丁木琴的 可是至于丁木琴在玩什么把戏 咱们心里都没有底 平洛 我还是要去一趟 万一有什么情况 我可以随机 你一定要去吗 我必须去 看你心里不怕 那你一定要小心 你放心吧 赵世杰 你怎么进来的 我要不进来 我怎么能发现特工总部这天大的秘密呢 什么意思 原来我是误会你了 当初投降丁木琴 还是为了要打进特工总部 这么看来 这钱鹏飞 就是你的上级 是他把你变成了一个共产党 你不说话 就说明这一切都是真的 到现在 我才把你身上所有的一团都解开了 你为什么放弃此杀丁木琴 为什么要去当终日清善之花 这一切都是为了你伟大而崇格